营修旅游 意大利加尔达湖 节路至著名小说 小屋 神选择停留在地面是一项选择 为的是促进关系 如同我们愿意和小孩子 一同玩游戏 或在图画上着色一样 不是为了显示优越感 而是选择自我限制 爱会做的事就是平等 尊重顺服 你甚至会输掉一场比赛 来成就爱 这无关书您 而是爱与尊重 神是动词而不是名词 神给生命 真实的生命 神的生命在人的内心里 活出神的生命 好让人开始用神的眼光 耳朵 手 思考 神就是生命 与神分离就是死亡 无限的神能把自己 送给他的每个孩子 并非分配自己 好让每个孩子都得到一份 而是将他自己完全送给每个人 仿佛世上只有一个孩子 多数的鸟被创造出来 是要来飞翔的 停在地面上 对他们而言 是他们飞行能力之内的一种限制 人的创造 是要来被爱的 过着仿佛不被爱的人生 也是一种限制 活着没有人爱 就像剪断鸟的翅膀 撤走他的飞行能力 问题是如何感觉到被爱 什么阻止我们感应到爱呢 痛苦 迫害 挂虑 贪欲 追求钱财 以及生活的欲乐 会剪断我们的翅膀 如果痛苦很久都没有解决 你可能会忘记 你本来就被创造来飞翔的 意大利 刻模糊 出现在每个人身上的颜色 组合都独一无二 每个人身上色彩与光线的图案 都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相似的两个人 也没有两种相同的图案 一系列的色彩和光线包覆着 这不仅表示你们个别的特性 也表示你们的关系 和你们在当下 感受的种种情绪的独特性 耶稣说 我要的不只是你的一部分 或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即使你能给我最大的一份 那也不是我要的 更何况你办不到 我要的是全部的你 以及你和你一天中的每个部分